歐盟和英國在平安夜達成斷歐後的貿易協議之後 歐盟27個成員國大使當地星期一 一致批准資源大喜臨時實施這份貿易協議 這份超過1000頁的貿易協議 還需要得到英國國會和歐洲議會通過 才可以正式生效 英國國會將會在星期三開會審議 歐洲議會預料將會在明年開會表決 斷歐過度期將會在星期四除夕皆滿 英國內閣大臣高文浩提醒商界和民眾 將要面臨實際和程序上的轉變 要儘快適應和做好最後準備 英國企業要了解進出口貨物的新規定 以及如何向歐盟作海關申報 高文浩有敦促民眾 去歐洲的時候要做額外的檢查和準備 包括買旅遊保險 英國首相約翰遜同日和歐洲理事會主席買協議會談 約翰遜說歡迎以貿易協議作為英國和歐盟關係的新起點 期待正式通過協議 並在共同優先的議題 例如氣候變化上合作 有線電視記者梁翠山報導 這部詞文章 並在所有前進行方的主席 是相對說明管理會有預定 主席的故事 在其他的主席 建議